大家好,又到了Google ScheduleUp的时间 那我是AK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地方呢 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学习用 已经制作好的平面图像 然后我们把它呢 汇入到我们的ScheduleUp当中 并且呢同时完成一个模型 而且呢利用照片上面的媒材 然后为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材贴图 今天呢要来做什么 我们今天来做一支iPhone 看一下相关的资料 因为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工业设计 那它在整个产品的设计上头呢 它会有一个精准的度量痕在 那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技术规格 包含了它的长宽高 那这边详细都知道了之后呢 我们才去把我们的这个图像 跟等一下要做的模型呢 能够去切割的比较正确 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则是我们可能就是把照片的资料 收集好了 找好了之后 然后对它去做一些处理 那我们转到Photoshop的部分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目前我在Photoshop的界面当中呢 我已经先把这个图片从官网上面抓下来 那原始的图片它其实是长得是像这个样子的 那因为我要制作模型 那我必须要把它的正面 背面跟侧面的部分呢 都个别把它裁成不同的一个材质的一个图样 等一下我才有办法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面去贴图 那裁的时候有一些 很重要的小细节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可能我们看到像是正面跟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会把它的边缘 原本有按钮的部分 是跟着裁切掉的 因为你在做模型的时候呢 你的正面它始终就是独立的一个面 旁边侧面多出来的部分 你不要加入进去 不然的话破坏了整个你的手机 这个iPhone手机 它的一个整体的宽度 那你贴图上去的时候比例就不对了 它所谓的宽度是不包含按钮的 那当然背面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说像是这个顶上 可能你会有看到像是它的一个休眠开关啊什么的 那我就都把它裁掉了 我们不要管它 那再来的话呢 像是侧面的部分 它只有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侧面平的部分 是一个完整平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呢我必须把它独立裁切开来 最后再去贴 那圆角的部分怎么办呢 圆角的部分当然就是从原本 我们图形上面这边的这个圆角 我独立再裁切开来 那变成像这样的形状 那完成之后呢 我就再把这四个 这四个图样 正面背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侧面 还有就是说它上下的圆角 另外把它存成JPG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来使用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裁切出来之后的JPG 我暂时呢把它存在一个资料夹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包含了我原本制作的档案 还有本来的原始图 那就有了这些图档 那一开始进入到ScheduleUp处理的时候呢 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大家有看到了官网部分 它的一个设定的尺寸 是以公里为单位 当然你也可以事后进到 你的那个模型资讯当中去改 这之前有交过了 那我们就开始使用ScheduleUp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把这个模型的单位 我们宽度跟厚度的部分先做出来 所以是58.6乘9.3 好的那我们就使用矩形 拉开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入啦 58.6乘以9.3 其实它实际的模型是小小的 这么小 那我们就有它的一个底部了嘛 那至于高度的话呢 那就再把它往上推115.2 115.2 OK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图片材质呢 汇入进去了 那汇入的动作的话呢 大家请跟着看 先点档案 找到汇入 接着 就是先指定好你的资料夹 那我们先从正面开始 选择正面 那很重要的关键是这边 一定要把这个选项的部分呢 要点到这里 用作文理部分 要选起来 选完之后呢 好的我们开启就挡 好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先去贴材质了 那贴的时候要注意 先从它的一个底端角度点一下 再接着呢 拉到右上角顶端 这样子 好搞定 像这样子贴起来 好再接着我们来贴背面 背面的部分 那也是一样的 汇入 我们再看一遍 背面 然后用作文理开启 好的 好的那么一样点到这边 再来拉到右上角 好OK 那我们暂时贴的时候呢 我们先贴正面跟背面就够了 侧面的部分我们晚一点再来处理 那我们正面的部分现在要怎么做呢 来首先 我们先把它拉下来 接着呢 我们使用我们的曲线工具 然后我们开始来帮它切圆边 那切圆边的部分的话 这边可能稍微平一下手感 稍微抓个间距 抓出来然后再接着 记得我们掌握一个关键 使用这个紫色的一个参考状态 这个我们目前这个智慧型参考线 产生出来的这个紫色的 它会提示你在边缘上 就是它可能刚好就是一个标准的斜角 好我们按下去 接着再决定我们突出的高度 那它也会很聪明的就是 指定好与边缘相切 那这个样子切出来的 是最完美的 好然后再接着 缩小一点 我们来做旁边的侧边 好那同样使用圆弧 弧线工具 好我们先指定这边 我们刚刚做好的 这一个切边的这个节点 接着呢它会参考线会出来 帮助我们直接对到这里 很聪明 那再接着也是一样 紫色的参考线 再来再拉过来 与边缘相切 好搞定 那另外的角度呢 也一样依此类推继续完成 那搞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这边的圆角 就可以用推拉工具 推掉 那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五颜六色 你不用管它 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 我们圆角的这个材质把它补掉 这无所谓 好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个小动作 因为我们其实仔细看这个 iPhone 4它的一个边缘 它的铝框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它的铝框的部分呢 我们从侧面如果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是铝框大于内部的白框 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铝布的侧边 它不能够直接用我们刚刚所设定的 最大的一个厚度 去拼贴 不然的话比例是不相同的 那因此呢 我现在必须要先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往回推 让它符合就是目前铝框的宽度 这一段跟这一段是不相同的哦 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那我目前这个省准目测预估它应该是1.5公里的厚度啦 因为大概iPhone 4我有摸过 好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iPhone正面往回推1.5 好这边1.5 接着背面也往回推1.5公里的厚度 好 OK 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的侧边我们才去贴上侧边的材质 才贴上侧边的材质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侧边的材质叫出来 那一样档案 汇入 侧面用作纹理开启 那一样点入 这边 终点 接着 到这边 终点 好那像这个样子贴起来就是很漂亮的对不对 那至于白色的厚度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晚点再来弄它都没有关系 紧接着的话当然就是圆角部分的材质啦 那圆角部分材质也是一样 我们再把它去叫进来 把它这样叫进来 那我也不管它啦我就随便可能找个地方贴吧 有贴到就好 它这比较麻烦的是每次都要再贿赂一遍 好开启 点这里吧 然后再点到这里 它这边有贴到这里了 好那我主要做这个步骤只是就是说 让这个材质有进入到我这个在模型中的一个材质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的处理就可以不用每次都用贿赂的方法了 我就可以直接快乐开心的用游戏桶然后选好圆角 接着我就去点 像这个样子 那当然它会有一点点比例上的问题 那我们晚点再来调整 我们把圆角的部分都先 push好 把它填好颜色 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调整它的比例 那比例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点编辑 旁边这个编辑 接着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角度的部分我们去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把它调大一点 可能还不够大 15 20 可能再调的大一些 OK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形状如何 看要满不满意 OK 那刚刚那个丑丑的这个彩色边缘的话 我们至少就把它用金属的质感 给代替了 给代替了 好那大部分的这个材质面 我们就大概都搞定了 都搞定了 但这个顶部跟底部 因为我们没有照片 所以就没有了 好